以下是讀经的时间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 他是你们像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以下是正道的时间 正道的题目是《头块石头》 讲完是王伟权牧师 有请王牧师 祖兄姊妹感恩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题目是《头块石头》 大家可能在你们的观念上 《头块石头》 你想起什么呢? 有些人觉得很多的价值 石头是很有价值的 有些人觉得它没有价值 男和女都不同 女士来说 石头想起什么? 砖石 宝石 都是从石头而来 男士想起什么? 玉石 男士很喜欢玉器 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在价值上 个个都不同 功能上 有些人觉得石头 是可以要来 去 吹吉避空的 有些人很贵 买些水晶石 特别去找一些石头 放在屋前 放在屋后 甚至放在屋里面 床头也有 甚至有些 将一些石头 放在 枕头底也有 如果大家有去过一些 最简单去夏威夷 夏威夷如果去过火山 猫儿岛的火山 有旅游的导游带来 叫你们 千万不要收拾那些石 因为你收拾那些石 有衰运的 其实这个肯定是迷信的说法 因为如果个个都去那里收拾一块 可能火山那些火山石 会被人收拾 我们看看功能石头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如果你家里后院有很大的石头 你觉得它会阻止你 但是 如果这个石头 把它变成小小粒的时候 它的功能加上一些英泥 加上一些钢筋的时候 它就会成为 很有一个 建筑上一个 极必需要的 一个材料 是这些碎碎的 小石 如果我们 以前 很多年前都经常说 豆腐渣工程 就是因为它里面 少了一些的石头 少了一些钢筋 一起来组合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借着 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 刚才读的经文当中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个石头究竟对我们的基督徒 重生的信仰生命 首先有什么的关系 第二 这个石头对我们有什么的价值意义 我想借着 今天《使徒行传》这个经文 和大家来去分享 进入经文之先 让我们再一次来去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赐下圣灵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恳求圣灵去舒缓我们各人的心境 好像耶稣所呼召的 烦恼苦担重担到我借你来得享安息 我们愿意借着圣灵得享安息 我们的心灵更加从我们的心灵当中 去谨记和明白上帝你的话语 亦都恳求圣灵开我的口 将主你的话 讲得清楚明白 荣耀归给你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继续看《诗徒行传》第四章 《诗徒行传》由第三章开始到第五章里面的主题 全部都是记录着当时一群的仕徒 他们的见证 而在这个见证的过程里面 特别是记载着他们 与犹太领袖 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冲突 引致这群犹太领袖 他们揭尽他们所能 阻止这群仕徒 传讲耶稣基督復活的救恩 我们去看看 这个《道火线》由哪里开始 这个《道火线》有两个事件 我们先看《诗徒行传》三章第2节 这里很清楚说到 有一个生来是已经强腿的 他们每一天都被人抬到 摆在这个殿的门口 这个叫做《尾门》 这个门口当中 而彼得和若翰 他们经过这里 治好了这个强腿的 这个人 这是第一个《道火线》 第二个《道火线》 我们会看的是 《诗徒行传》四章第2节 这个是经文 四章第2节 前面的片语就是 因他们教训白姓 本着 传说死人復活 就恨烦恼 于是 下手拿住他们 这是第2个《道火线》 第2个《道火线》 我们会看到这两件事 同样在当时的白姓心中 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引致到 激怒了当时的犹太领袖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 公会这一群人 所以公会就会将 彼得和若翰拘押 带到公会面前 接受审讯和盘问 这是教会第一次 面对公会的审判 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 在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同样是接受 面对着同一个公会 来审判 我们进入这个审判里面 我们去认识一下一些人物 我们会看到 经文告诉我们 有一个官府 官府原来是描述着 当时的祭司长 共有24人 是代表着 24班祭的祭司 第二是有长老 长老是守殿官 同样都是24人 当中有文士 这里描述着有撒都该人 原来撒都该人 是当时一些贵族的阶层 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与罗马的政府 有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 还有 撒都该人 他们是不相信灵界的事情 他们更加拒绝 复活这个信仰观念 接着你会看到有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刚刚反过来 他们是相信有利塞亚 他相信上帝会为他们 预备这个利塞亚在当中 我们再看 有阿娜 这个是 当时已经 应该是退下来的大祭司 他就是亚该法的 岳父 即是当时大祭司亚该法的岳父 还有亚该法的继承人 这个叫若寒 这几个人名在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我们去看看 在这个审判里面 出现了什么的处境 什么的问题 我们去到 《使徒行传4章第5节》 很清楚说到第2天 因为这个接触在上文第3节 这个工会 他们是夜晚 捉了 这个 彼得和若寒 所以在第2天 他们才开审判 这个盘问 这两节经文 看到有刚才介绍的那群人 在当中 成立了这个 工会 工会当时的职责是什么呢 原来工会 是所有凡有人 去行神职 超自然能力的 处境的行为 和他们去宣讲 一些关于这些神职的事情 他们就要接受工会来去审判 和盘问 如果他们盘问过 查过 确实是神启示 这些人去施行神职的 就会过到关 就会被工会来去接 如果不过关 就会怎样呢 如果按照《生命记》 13章那里说 他们就会被石头来去打死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主耶稣基督 他是被这个工会 判了用一个最羞辱的方法 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工会 不相信耶稣基督 是有神职 那个的 能力 我们看看在工会这里 盘问的问题是什么 在第7节我们会看到 他说 你们用什么的能力 奉谁的名字来做这些事情呢 第一个片语 用什么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指到当时 他们所强调的 超自然的能力 特别是针对着 当时彼得和约翰 他怎样能够 医好这一个 生来已经是 强腿的 这个人 这是第一个 问题 工会当时盘问 第二个的问题 片语就是 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呢 原来他们继续问 这个超自然的能力 来着哪里的呢 换句话说 哪一个指使 你可以 给你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些事情 奉谁的名 是说到行神迹的能力 当我们看到 这个盘问当中 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看到 似乎好像都是针对着 彼得约翰 他有什么的能力 来去医治那个病人 其实原来背后 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 就是刚才在第二节 那里讲到 因为他们是靠着耶稣 传说死人 复活 令到 这一班的 长老 这一班的 杀刀该人 他们都很愤怒 无论是 医治的能力 无论是 全港复活 这一个的大能 其实工会 都会来去 质询 去审判 去审问 这一班 这样的 仕途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这个工会 他很怕 如果这些仕途 一直 搞这些动乱的时候 就会引致 罗马政府 会插手进来 要去管治 这个工会 工会 他们就会失去了 他们在当中 那个的经济利益 那种的处境 其实 讲到最尾 就是他们很怕 失去了 原有的那种的益处 所以产生了 这个盘问 这个审判 我们去看看 彼得 他们怎样来 去答 第一个的 答辩 有几个的答辩 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先看第一个 在第十节 彼得很清楚 在第十节 这里他说 你们众人 或以色列 百姓 都当知道 第一句 已经 当头 铬颊 即是 不兜兜转转 直接说 你们应该知道的 站在你们面前 这个人得传预 是因着 你们所钉的十字架 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的 那位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名 带出来是有权能的意思 我们是奉他的名 这个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的 耶稣基督 奉他的能力 来进行这个医治 在这个经文的片语当中 有一个的名词 叫做传预 这个字 我们看看传预这个字 传预这个字 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传预是形容着 一个被医好的 这个强腿的人 他是一个健全 完全的 一个很健康的 这样形容他 我们知道这个生来瘸腿的 应该是有缺陷的 但是 一个形容词 竟然形容 他是完全 这个完全代表着上帝的能力 当医好这个人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再回到一个 残缺的情况 他回到一个 我们买车最喜欢的是什么 原厂 最好原厂车 日本车最好在日本做的 千万不要在美国做一份 一会儿在墨西哥做一份 要原厂 这个传预这个字带出了 健全那种 形容 代表着上帝那个能力 耶稣基督的医治的能力 是医治到之后 好像没有发病过一样 好像之前 与生俱来 就有这种活动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真的去 祈祷的时候 你在病患当中 你想不想去完全 好 健全 这个处境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奉主的名 来去发出这个的祈祷 我们再看 再进一步 彼得 扩阔自己的论点 他的论点 在下面的经文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 第二个答辩 四章第十一节 他说 他是你们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成了防割的 头块石头 彼得在这里 扩阔他的论点 他是引述在这个诗篇 118篇22节 这里来他讲到 诗人在这里讲到 的时候就是 诗人在上一节 他说 我要清借你 因为你已经 先引运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成了防割的 头块石头 诗人在作诗篇118篇的时候 他经历到上帝的拯救 在罪当中 在困难当中 救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相信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成了防割的 头块石头 这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诗篇里面 我们先看看 在旧约里面 将人的意思是指什么 将人原来在旧约的时代 在耶和华的时代 是讲到 当时的列强 当时这些的强国 包括了 阿朔 巴比伦 和马代 波斯 当时这班强国 看着这些的以色列文 他们好像一个石像 他们看这班的以色列文 好像没有用的石头一样 他们去侵略他 他们去打压他 他们甚至去灭了以色列国 灭了犹太国 但是 在《求约》这个经文 以成了防割的头发石头 是讲到上帝没有撇弃过他们 耶和华上帝在当中 从来没有撇弃过 这班被侵略 被灭绝的 好像被灭绝的以色列文 上帝 让他们重建 他的 圣殿 重建以色列国 在旧约当中的 恩典 我们看回新约里面 新约里面 我们会看到 匠人是代表着工会 就好像经文里面所说 彼得约翰 他在这里说到 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好像 工会这班匠人那样 去弃绝那块石头 彼得在这里是借题发挥的 指责这班工会那班法利赛人 这班民事长老这班大祭士 他们利弃耶稣这个利赛雅 并且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感恩的 以成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在当中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他有他的计划 我们先回来看看 这个防角石其实有什么功用 看回这个诗篇二十二节 这个防角石 诗篇二十二节 它有一个英文叫做 capstone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 它用在一个建筑上来用 这些建筑物 当它平顶的时候 最后它将两幅墙 摘起来的时候 它会放一块平顶的石 这个可以称为capstone 亦都是 一个叫做防角石 亦都有建筑物 它将这个防角石 作为一个屋的 基础 这个基础 就等于我们今天 在温哥华 如果你住 一幅屋 你突然看到 你的花园前面 动了一条白色柱 在那里 这条白色柱 在你的围栏 或者在你的围栏前面 还写着两个字 那条柱很小 然后是RP 原来这个是地界 这条白色柱 就是告诉 将来这间屋要重建 或者大家去分界那条线的时候 就由这条位置开始 是经测量之后 放在这里 然后在你的后院的车房 旁边 又有一粒铁钉 钉了在这里 这是一条量度的线 你的围栏 就由这里到那里 这个就是你的屋的边缘 用这个方法 当我们说回房角石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这块石头 让这间屋去建成的时候 是一个基础 由这里 打横来去发展 由这里向前去继续发展 以至到这个屋成为一个地界 一个地标 今天 主耶稣基督 他成为 教会的房角石 再引申更多 主耶稣基督 这块头块的石头 成为今天 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 信仰生命里面 一个的标准 一个的准则 没有了这块的石头 在我们的心灵当中 我们可能没有了我们的地界 我们回到旧约里面 再看看 在 以赛亚的时代 原来耶和华他亦都亲自来去说出了 一个关于 一个头块的石头 一个的预告 我们看以赛先知书28章第16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 我再石案 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耶和华上帝亲自 借着以赛先知 向以色列文宣告 他们一起的纳约 虽然你们会面对列国列强那种的邮论 侵略 但是你们不会灭亡 在这次经文里面 石案是指导当时的以色列文 耶和华在当时的旧约 已经全然应许 以色列文在当中 当我们意识到 主的 恩典 我们更加明白到耶稣基督 就是 这个的房角石 是一个根基 从这里我们更加认清楚 我们天父的慈爱 天父的慈爱不是单单给旧约的信徒 天父的慈爱不是单单给 他简选的以色列文 天父的慈爱 是包括了外邦人 今天 我们这班的外邦人 完全可以领受到天父的慈爱 因为主耶稣基督 祂就是教会的房角石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祂成为我们的根基 祂带给我们永生盼望这个应许 让我们在地上 我们面对这些困难难住的时候 面对死亡幽暗的时候 这个根基 让我们再一次 欢呼 回转 回到我们的主的恩典当中 不单止在旧约里面说 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 祂同样已经向祂的门徒 来去讲述了这件事 亲自来去宣告 这个也成为今天我们一班的信徒 一个更大的安慰 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42节 这里同样耶稣基督说 耶稣说 经常写着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经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作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 你们没有念过吗 听完今天的道 你们的答案应该 这经 有没有念过吗 有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当时这群信徒真的没有 他们不知道 但是不是不知道 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了 只是他们不明白 今天我们明白 耶稣基督指着 祂就是这一个的 头块石头 而带出了 依未着 虽然耶稣基督被世人来去 抛弃拒绝 但是主 我们的天父将祂放在 救恩 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当中 这个救恩 没有了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不是一个救恩 因着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建立到教会 联系着今天我们的信徒 成为教会的防角石 以至到今天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 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再看 彼得在这个回应当中 他继续再去强调 不仅强调耶稣基督 那个复活的那种大能 他更加在当中 强调就是 在四章第十二节 刚才你们已经听过一次 这些字 动唱小祖刚才大的时候 他们读了这篇经文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得着拯救 这篇经文我看了两个词汇 第一 就是中间的片语里面 这个拯救 拯救这一个 原来是一个名词 拯救不是一个动词 在这里 是讲到救恩里面 这里讲到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其他的救恩 可以拯救我们的属灵方面 没有这个救恩可以拯救我们 心灵里面 解决我们的处境 接着我们再看 就是得救 得救是一个动词 是救出来的意思 所以整个的十二节 这里 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 就没有其他的救恩 来去救赎我们的心灵 因为在天下人间 只有耶稣 才可以给 人 从属灵方面 拯救出来 从我们的心灵当中 拯救出来 这个心灵拯救的能力 也都包括了 我们肉体被医治 那种的大能 提醒 姐妹 你会看到 比特很厉害 说了一句这么厉害的说话 其实不是比特 是圣灵的能力 原来这一句的说话 耶稣什么时候说过呢 耶稣没有直接去说出 和一个这样全句相似的说话 但是耶稣基督 在最后晚餐 在五十日之前 对着这帮门徒 耶稣和他们说了 一段这样的说话 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当中 来去颁布新的命令 要他们彼此相爱 耶稣基督为门徒离去洗脚 耶稣基督更说出了 谁将要出卖他 耶稣基督更加说出了 比特三次不认主 在这个过程里 耶稣基督更告诉他们 我要去 为你们预备地方 当时这帮仕徒 完全不明白 耶稣在说的什么 他们问耶稣 你要去哪里 耶稣说 我去的地方 你们不会知道 而多玛更加说 如果我不知道 你去的地方 我去哪里 将来我怎么去找你 耶稣基督当时 讲了这一段的 真理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 能道负 那里去 这一段的经文 正正就是 彼得 他被圣灵 来去感动 以至 他可以说出了 一个 那么大的能力 一个真理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 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 才可以 进到 父 那里 兄姊妹 你会看到 彼得 若汉 他们从圣灵 领受到那种 智慧 完全 超越了 他们那种的能力 今天我们会很明白 我们绝对 在圣经里面 我们会明白 但是在当时来说 那些人是完全惊讶 我们看看在这种的处境下 这班工会的人 他们会面对什么的处境 我们继续看经文 回到《诗团行传》4章第14节 这里说到 这班工会的人 他们无话可搏 然后到第18节 只可以 叫这班仕徒来 站在当中 禁止他们 不可以奉耶稣的名 来去讲论 去教训人 甚至不可以继续讲 主耶稣基督 復活那种的处境 在这种的处境下 但是 彼得和约翰 没有因为这样 受到压迫而停 他继续进行第3次的 辩证 甚至是反击 我们去看看第19节 彼得第3次的辩证 这里讲到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 这在上帝面前 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酌量罢 这一节的经文 看到他们的胆色 非常囂张 好像有些人叫做 盼死无大害 总之乱说 其实他不是乱说 特别是这个片语 我们看到 彼得同约翰 他告诉别人 我只是说出一个真理 他叫那些人来去想 特别在第3个片语里面 在上帝面前 合不合理 他不是说在我们自己面前 在公会面前合不合理 而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合不合理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而重点 最重要的答案 在20节 我没有打出来的 4章20节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 不说 顶姊妹这两节的经文 对我自己有很重要的提醒 在教会牧养的侍奉当中 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难处挑战 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个平衡点 怎样能够让弟兄姊妹 在一种纷争 在一种的事奉当中 一种的处境里面 我们要把它带进去一个平衡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 专心 归回在敬拜当中 归回在上帝当中 我们不是要将教会来去分裂 我们不是要将弟兄姊妹的问题 成为一种纷争 我们要将弟兄姊妹的问题 我们牧养当中的处境 我们要将它合一 我们要将它好像回到 这一节经文里面 在上帝面前 合不合理 很多时 我们会用了人的想法 用人的想法 便能够搞定 但如果用这个的 合不合理的时候 不是在人的面前合不合理 不是在弟兄姊妹的问题里面合不合理 而是在上帝面前合不合理 当我们要将弟兄姊妹合一 一起来去敬拜 歌颂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要 有这个的勇气 来去处理 将会众带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带到长老的面前 不是带到牧师的面前 将会众合一的心灵 带到敬拜上帝的面前 这个就是彼得 和约翰 他在这节经文里面 他继续反击 这一班工会的领袖 他们一点都没有退缩 我们看回 彼得约翰他们这些行动 我们回到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一切的能力 来自于这一节的经文 四章第八节 彼得 被圣灵充满 充满这个字 可以解作管治管理 如果彼得被圣灵来去管理的时候 他就说出 刚才 我们所看的 一切的见证 我们会看到 彼得和约翰 他有这个胆量 来引述到这个匠人 石头被抛弃的这个见证 他说到 随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更加彼得和约翰 在他们的行动当中 他更加能够 借着他们的行动 见证主的预言 是被应验 我们看看他们的行动 如何应验了 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们先回去看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这里耶稣基督在復活 升天之前 他就说 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一位的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当时耶稣基督有同一帮门徒说的 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 当时没有圣灵降临的时候 但是耶稣继续在这里说 但保卫师就是 父恩我的名所猜来的圣灵 祂会指教你们 你们会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 彼得约翰借着圣灵 应验主所说的 这是第一个应验 第二个应验 耶稣基督当时安慰这帮门徒的时候 他说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观苦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 怎样分数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 要指教你们 当说的话 当时这帮门徒仍然不知道耶稣说什么 但是今天我们从经问 从这帮彼得约翰他们的经验 主的话应验出来 第三个应验 马太福音里面 当耶稣在马太福音 说这段 与门徒所说的说话的时候 他们同样是不明白 障人所弃的石头 以成了防角的 头发石头 弟兄姊妹这三方面 今天 同样可以应用在 我们这帮信徒身上 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 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 圣灵在我们当中会安慰我们 会提醒我们 会引导我们 会教我们怎样说话 耶稣基督的教导 同样 会借着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 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历程里面 经历很多苦难 经历很多医治那种的要求 经历很多的难处 这块石头 究竟真正与我们有什么的关系呢 我们再回去诗篇118篇 这里看 刚才我们看了22节 23节 我们还没看到24节 我们看了24节 24节这里 这事耶和话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要高兴欢喜 原来24节这个经文 在诗篇斗药里面 带给我们今天的信徒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如果弟兄姊妹 你有去八点崇拜 我每次做主席 出来 去做宣教的时候 我必然用这句话 弟兄姊妹 感恩我们一起去敬拜上帝 我们记住诗人提醒我们 我们回到圣殿当中 要高兴 要欢喜 就是来自依着的经文 不是我要高兴 我要欢喜 是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高兴 我们要欢喜 因为耶和话已经定了一个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 这个日子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 这个防角石 这个被抛弃的头发石头 成为防角石的日子 就是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日子 按着在圣经里面 那个意思 这个防角石 耶稣基督 这个头发石头 安放在石岸 安放在教会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日子 今天 是什么日子 主日 七日的头一日 是我们纪念主耶稣 复活的日子 所以我们先由第六日 应该是这样说 是由第七日 安息日那天 来去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转换了由七日的第一日 因为七日第一日 是耶稣基督 复活的日子 是上帝所定的日子 要安放这个防角石 今天 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在圣餐礼里面 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日子 祂吩咐我们 你们如此行为的事 纪念我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被埋葬 被复活 升天 弟兄姊妹 所以 这个防角石 不是单单是圣灵 赐给我们心灵 这么简单 这个主的日子 是告诉我们 这个防角石 带给我们今天 我们要回到这里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 所以你们回到这里要高兴 欢喜 不要对着牧师的时候 个个乌眉欺碎 笑多一点笑容 牧师讲道 都会多一点能力 你们要高兴 你们要欢喜 是耶和华吩咐 所有的信徒 兄姊妹 这个日子不可以删减 不可以代替 愿意我们今天 我们明白 我们回到经文里面 最后经文里面 有一个路加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处境 在当中 我们看看最后这节经文是讲什么 四章二十二节 这节的经文在这个片段里面 最后这个经文讲的 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你读读一下 讲完这些故事之后 无端端加了这一句 其实这一句 他回应着什么呢 回应着 传遇 完全 这一个字 回应在当中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与生俱来已经强腿了 他已经 生活了四十多年都是强腿的 但是上帝耶和华的能力 耶稣的名的能力 能够将他医治 完全 完全健全 好像刚刚 初初出世 与生俱来 一样 这样 这是描述着主的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鼓励 弟兄姐妹 大家一切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病患 我们常常都会为人家祈祷 我们要奉主的名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主的名 就是有那种的能力 他可以将人医回到健全 你有病的时候可以医回你 可能好像你 二十岁前 未发病的时候 这样的健全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在上帝面前来求 今天 你面对什么的处境 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有很多 他们面对病患当中 他们要面对手术 有些家人在排期 要面对不同的手术当中 我们要在当中 就要用这个 态度 用这个的信心 奉主的名 因为他能够让我们健全 回到你未发病之先 那种的处境 这个就是 慕家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 他想提醒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学 彼得若寒 他们让圣灵刺下去的时候 那种的勇气 弟兄姐妹 我自己很多时 真的好像 彼得和若寒 我面对一些处境 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以说什么 特别去医院探病 面对一些 危疾的 朋友 弟兄姐妹 他们的家人 我只有来去 祈祷 因为我深信 主 祂说 圣灵 会为祢 讲什么的说话 祂会教我 祂更加会提醒 祂给我的 教导 祂给我的恩典 给我的经验 最后 我说一个 见证 真人真事 在去年发生 一个年轻人 他因为医疗事故的时候 他昏迷 医生说 他医好 他都会是植物人 他在这个ICU里 有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母亲 面对医生 不断叫他放弃 不要医你的儿子 放弃他 由他自己来生存 很感恩 这个母亲 在着 主的恩典底下 他们一家人都不信耶稣 他联络到我 他叫我去探望他的儿子 为他的儿子祈祷 我在当中 去到 看着这个年轻人 我没有东西 真的只有祈祷 没有安慰的说话 有一天 他的母亲打电话给我 他说 牧师 医生有跟我说 要我放弃我儿子 不要依据 我告诉他 按着我的信仰 按着主的创造 没有一个人可以拿走人的生命 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其他的人 决定他的生命 流传 这个是被拿去 更加我提醒 你身为一个母亲 你更加难 去决定 把你儿子的生命拿走 因为以后你的年日里面 你不断会问自己 如果我不拿走他的时候 今天他会不会仍然 生存呢 最后 这个母亲决定 继续 你可以这样说 他说交给上帝 究竟他有多大的信心 交给上帝呢 我不会质疑他 我只是相信上帝的能力 我只是尽我的责任 我劝语 我教导 将我所信的上帝的能力 告诉他 今天 这个年轻人完全康复 可以用这个词 传遇 健全 回到他未 昏迷那段时间 让我一模一样 我大胆地说 因为我相信上帝的能力 是很健全 回到他那时候的能力 而今天 这个母亲和年轻人 也接受了耶稣基督 这一个的救人 荣耀 归给我们的上帝 好像这段的经文里面 21节 当这帮的民众 听到 看到彼得约翰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将荣耀归给上帝 最后一节的经文 最后一节的经文给大家的 这节节的圣经 将荣耀 归给上帝 将荣耀归给上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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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